各位大家好 今天繼續分享兩番資訊 昨天我們分享了一切都是命半點不由人 其實真是人生 一般的人呢一切都是命半點不由人 富貴呢都是呢天上次的 不是由自己努力而得到的 就在天氣一樣 但是只限於凡人 那我們之後就來講感知到命運的方法 雲谷嘗試的開始 第二篇 命由幾座相由犧牲 後來入燕京服務一年 終日靜坐 也來於讀書窮盡 回南京後 有一天到七祥山辦法雲谷嘗試 二人對坐一室 有三日之久不曾睡覺 雲谷就問我說 凡人所以不能乘勝乘邪 都因為被雜念及欲望所長 你記住三天不起雜念 不胡思亂想必有原因 我說被孔老人算帝也融入生死 皆有地數 萬俠也沒有用 雲谷說 人若不能達到無心民心之境 難免會被陰陽祭遇所控制 若被陰陽祭遇所控制 當然就有定數 但也只有凡夫俗子才有地數 極善之人命運約束不了他 極惡之人命運也約束不了他 二十年來你被陰陽祭遇所控制動彈不得 真是凡夫俗子一個 我還以為你是聖邪豪傑呢 雲谷哈哈大笑 我問他說 一個人的命運能逃得了嗎 雲谷說 密有幾座向游牺牲 霍府無門為人自招 逢教經典裡頭也說過 求富貴得富貴 求男女得男女 求長壽得長壽 都不是亂講的 說話是世家的大戒 眾神奇感騙人 我說 孟子提過 求起來能夠得到 必須自己做得到事 道德仁義能夠力行自求 公民富貴虛大他人賞賜 如何求得到 雲谷說 孟子的話並沒有錯 卻你未能深入去了解 六祖慧的長壽曾經說過 一切福田不離反對 從心而密感無不通 人只要從內心自求 立即仁義道德 自然就能贏得他人的敬重 而以來身萬的公民富貴 為人若不知反攻內心 反而從心而求 而只好高勿遠 祈求身萬名利 則就算右近星期也是 鑽銅氣功 好了錄音的錄到這邊 喜歡請訂閱 感恩謝謝大家